好 接下来告诉您知名的网络团购食品阿舍干面 先前因为发生了酱料包膨胀事件 一度被勒令停业 阿舍干面的老板后来就跟百货业的微风集团合作 但是双方又爆发了意见不合的争议 今天的发展更是出人意料之外 阿舍原来的老板董建德宣布让出经营权 只保留20%的股份 自己转任技术顾问 知名网络团购食品阿舍干面 年初和微风集团携手合作 希望能增加行销通路 但没想到双方却爆发经营风波 上午召开记者会 阿舍干面老板董建德宣布 让出经营权改当技术顾问 我现在是做顾问 支付比例是占20% 负责的生产和颜算 去年阿舍干面接连爆发 酱料包膨胀以及逃漏碎等事件 还一度遭到勒令停业 让正要扩厂经营的阿舍干面 对外寻求资金合作 与微风集团开启了合作契机 波生意也从这里开始 微风加入之后 售价从原本的8块钱 涨到15块以上影响销量 微风更指出是老板在外欠账 才会引发财务纠纷 可能经过没有直接 我们直接的对话 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误会 它大概需要更多的 比如说这个ERB的设立 SOP的建立 甚至在财务整体规划的完善 现在风波告一段落 阿舍干面正式易主 曾经在全台引发的评价网购传奇 在危机解决后 却反而将经营权拱手让人 而这个结果可能是当初 阿舍干面老板从没料想过的 记者谈谈综合报道